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是在山西市大同市大学体育宝明天直播 盖世拳王熊霸天下 WBA时的拳王争霸赛 今天10月3日 是周超 今天由我和全军与格斗杂志主编贾春天老师 一起为大家进行解说 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是我们当晚的第二场主赛 因为刚刚曾徐散这个级别宋敏多的比赛 这个我还没从这种激动心情中平复过来 这个我们马上进入的这一场是 就是熊霸霸对阵这个日本 就是对阵这个泰国选手 潘亚 这小熊啊 时隔16个月再次复出了 对手这个拳手是非常强的三星级的档次 那么我们知道在105磅这个级别 四大拳击组织里有两个组织的拳王是泰国人 WBA小熊刚才这个拳还是很重啊 虽然没有打中 那么潘亚排名是在泰国是第三 对 所以说他这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 对他上面是WBC的拳王 世界拳王万恒 那么另一个人就是WBA的现在的这个拳王 尼勇德荣 第三就是这个潘亚 普拉达斯里 小熊今天状态还是不错的 不错的 那么实际上这场比赛和刚刚这个徐散对阵宋敏多的 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年轻选手队老将 只不过这次是中国老将 今天是小熊的35岁生日 小熊要付出去挑战世界拳王投降 那么必须要经过这个年轻泰国选手这一关 对这是一场挑战者排出战 赢了以后呢 小熊下一场就可以打了 双方有一个互相的激动 泰国选手的勾拳要提防一下小熊 漂亮 熊帆忠肯定今天以前这种勾拳用的比较少 对 今天他的左手勾拳的一种好几次 虽然小熊这次比赛边战时间不长 但是在赛前降重环节 我们感觉到他已经非常非常的这种认真和努力了 都见过了 太认真了 昨天称重的时候47.05 这整个是历史最低的一个 这是一个离开擂台16个月的老将 一般像这种职业选手 他们离开擂台以后都会胖 但是小熊反而把这身体保持的很好 泰国选手确实不弱 他这个后手拳那个上钩迎击 我觉得几次抓的很准 对 打中行动中 因为对手比熊反中的这个臂展要长得很多 长得七公分 小熊开始吃拳了我觉得 到目前为止泰国拳手十八战保持全胜 无负那么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是导演陆川是吧 对对对 出现了这个拳击比赛赛场 是不是要拍一部这个拳击大片 对对我们中国需要啊 用体育的励志的这个电影 那么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个拳击的电影 对 拳上大一幕的特别多 那么实际上拳击题材是所有体育项目中被拳上大一幕最多 而且是获得奥斯卡奖最多的 你像这我们知道的洛奇系列 《愤怒的公牛》《斗士百元宝贝》都是 实际上我觉得拳击这个项目能揭持比较深的这种社会生活内涵 体现出一些这个抗争和固屈 能有一些人性的光芒的东西的 所以说这个题材也很容易成为这种大导演的这种罪爱 对对应该是这样的啊 小熊的这个改编自己命运的这个过程还是很厉害的 小熊真实的人生比电影还要精彩 是啊是啊 低荡气肤 我刚才看这个第一回合啊 双方对手还是逼的比较凶的 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小熊啊 小熊啊还是有一些那什么慢了 速度上面的话 他没有适应对手的一个节奏 对 他这个对手也不是那种一板一样的 一旦得住机会的话 连击啊启动是非常快的 对对非常快的 比赛前我们看过他的一些训练 包括比赛的录像啊 确实是这种灵动型快速型的选手 那么实际上这场比赛对于轩胶中来说是非常艰难 嗯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108棒 就这个小熊比赛级别这个105 105棒这个全世界排名前20的这个拳手 目前现役的平均年龄是26岁 在整个职业拳击历史上 轩胶中这级别35岁以上能打赢世界战呢 只有两个人 只有两个人 那么从客观和这个历史条件和这个数据来看 轩胶本场比赛 和以后的挑战赛 对还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简单 而且尤其是泰国拳手 他在泰国排名第三 前两位是世界拳王 而且我特意查了一下泰国拳手 他这个战绩啊 只有一场是低比 就是零战绩的 其他的那些都是说这种 10场以下的有4场 剩下那些全都是说几十场的 所以他真不是说 像我们知道很多泰国拳手数据很夸张 但是这个潘亚的话 刷的比较多 对潘亚的话实际上是当做一种年轻新秀来去培养 是奔着世界拳王拖鞋去的 那么实际上他和徐灿一样 都是想踩这个老将的肩膀 和这个梯子去往上更上一步 对 今天感觉小熊的这个右手出的比较少 后手右手出的很少 主要在打左手 事实上我觉得小熊这场漂亮 小熊这场比赛比他上一场比赛 输的那场表现得要好 但是因为对手 无论从这种身高年龄啊 包括这种出拳频密度 主要是速度 主要是速度 现在的速度有点跟不上对手 左手赢机的话已经小熊挨来几次了 对 而且你看臂展 这就是刚才这个臂展的事 重量打 而且小熊的连续拳就多了 嗯 因为这个次 毕竟16个月啊 没有打比赛 那么他比赛的这个感觉啊 包括体能啊 小熊赛前是最担心自己的体能的 对对对 哦呦又中了对手的后手啊 小熊要手要抬高一点了啊 那么事实上我觉得啊熊超中无论这场比赛啊输赢能拿到怎么样 他的历史地位是不会改变的 那个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男子世界职业青王 而且是目前唯一实现未免 对对对 而且今天这场比赛是三星战啊 对 到现在这是第15场三星战了 熊超中自己就战了1% 打了个5场三星战 而且他参加了7场 算上今天是7场的世界头衔战 他目前为止这个数字国内暂时是没人超越了 而且你像说的时候 我们知道以前小熊面对很强大的对手 奎洛 巴特勒 这都是当年PVP或者世界真正的第一的积分第一的选手 都曾经在客场小熊挑战过 而且在比赛过程中击倒过对手 所以说他还是真是 无论有些人可能会质疑小熊的实力和什么样 但是他确确实实 他这些辉煌战绩是没法抹杀的 而且是等待着中国年轻的拳手中去超越 希望徐灿以后去超越 对 去超越 对手的右手 后手 熊显示了一下闲暇 没问题 今天晚上两个老将 体向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 对 老将确确实实在心里 包括比赛状态上 无论从孙明德到熊高中来讲 这个拳击确实就是这种很残酷的这一项运动 刚才对手的一个右手 后手直接运动了熊显龙的面部 好 这个打低了 小熊的拳手空 打着空 对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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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又不像瑟米诺那样 能打一个冷的特别狠的拳 实际上瑟米诺是那种 你只要说没有他强的话 他是坦克式你 对 徐灿是用自己那种高射炮式那种加特林式的 给对方打牙伙 对 对方想出拳都出不来 就一直被压制住了 头都冒不出来的 徐灿这种拳击风格 我觉得不是中国拳手典型那种拳击风格 太漂亮了 但是也有人说 徐灿年轻时候还好办 如果年纪大了 这个风格可能走不远 对 他可能会高耗能的 熊超中刚才出了一次后手 命中了对手的面部 这是小熊今天第一次打得比较准的和狠的一拳 我觉得他和宋明诺的战术是一样的 拼这种速度 拼体能 他们都是下风 只能是拼这种重拳去击倒 他有经验 但是对手的身高 包括体格的话 身高比小熊要高了10厘米 臂展7公分 不过我想想 小熊一直在 因为他身高一直不高 一直在和比自己身高高的臂展长的对手在进行拼搏 那么历史上他打得最惨的一次是跟内藤大柱 我听到他比他多了20公分的臂展 那场也是日本WC在传奇圈王 对 当年的传奇圈王 小熊也正是通过那场比赛得到了这种国际和认可 对 让世界所认识的 当时那场比赛 周老师知道在日本迎起非常大的一个轰动 对 对 他们现在这个AB在喊小熊往里走 小熊往里走 两个一 告他说让他打两个一 这个没有准备啊 左手确实打中了 不够重 对手都是这种连续的主角拳 小熊现在还是单拳 他的前手拳其实是干扰 没有发力小熊 我觉得还是因为他是16个月没有比赛 这个比赛的状态感觉不好 实际上是上一场比赛是我们觉得小熊的状态实实是非常好 对 当然那场比赛结构还是有一定争议嘛 对 1比2分期判定 分期判定 击倒对手一次 还分期判定 小熊正堂时间远过拳台 技术伤输 因为你对练毕竟和比赛还真是不一样 当然 而且我在想如果赛前准备的时间更充分一些 也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没办法 因为小熊现在也成家了嘛 也有孩子了 事情也多了 年纪也大了 他处于这种淡出状态 应该说刚才这一盒比前两个盒要好得多 对对对对 应该说可能小熊厚手 从刚才那种紧张状态已经也适应了 看这都躲过去了 还是地盏这个优势 对手还是很明显 看看这小熊的 没打正 对手也没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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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应该算熊正中的拳了 对手这个反而不是 setzen 不间调马 哈� gaming 嗯 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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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第四回合的比赛 潘亚的进攻越来越急 越来越压力越大 对付老拳手都是这样 哦 赢击 赢击 左手 这是双方赢击 直拳 点中对手面部 其实现在想想 同样都是个儿高 拳出的多的 你想看刚才 哦 漂亮 熊超中的右手 赢击 连续的 这回合拿到三个了 又一个 好漂亮 左手交换 现在是对手一拳 小熊换两拳了 感觉适应了对手了 只要保持这种体能 打下去 小熊有希望 对对 有希望 想想刚才徐灿的 那个打击密度 对吧 你再看看这个潘亚的肯定 徐灿刚才那要密度的多 对 要精彩和漂亮的多 准确啊 直拳也准啊 徐灿当中 其实徐灿还不如 瑟米诺的臂展 对吧 对对对 这次赢击 实际上小熊 我们对他比较了解的就是 他这重拳很重 靠近两能也很强 但是技术呢 相对来说他比较粗糙 当年跟进藤大柱打的时候 他左手前手都不会打的 对对对对 日本都 日本都笑过他 说他左手前手不会打 就会跳起来那一个月的 杀人权 好漂亮 你说不会小熊开始不停了 漂亮点 小熊开始不停了 好漂亮 就是后手啊 小熊也开始前手了 漂亮 后手 对手感觉有点懵啊 刚才被小熊打的 不知道对手忽然间 是 一会儿回放看一下 是不是挨了重拳 应该是挨了重拳 刚才那个后手的右手挺重的 小熊那个后手的右手挺重的 我觉得他对手有点迟疑 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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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第八回合赢点 第七个第八回合小熊比较难熬啊 他在体能 对对对 嗯 全手都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调整 漂亮 没用没用 这个潘亚的话开始不停朝小熊的步步去攻击 但是小熊都防住了 都防住了 都在臂上 全套上 看到了这个这个木村对邹日明的这场比赛 嗯 也是不停朝老全手的步步攻击 嗯 不停地打不停地打 嗯 靠体囊嘛这个时候 对 这回合比赛还有不到十秒钟结束 你打斧 也有一个纠缠的问题 身体纠缠体 我看到在北京的训练的时候 当时熊超中练六回合的这个对练 有两回合是专门扭在一起 跟他们那个菲律宾培列进行扭动扭在一起 熊超中加油好不好 就是为他增加他的自由 让他知道有这个扭动 熊超中 没看到这是尼诺 那个菲律宾的教练 看熊超中 就这一拳 看见了吧 非常漂亮的左拳的摆 看看这个啊 又来一个 对 这就是刚才那个 这就是刚才那一拳 我觉得小熊已经不是当年了 嗯 当年这一下可能对手就倒了 直接就倒了 对手这几个拳 虽然中的很轻啊 没什么能力 对手这几个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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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 实际上对手这个KO率还是可以的 十八战全胜 十场几个对手 嗯 这个数字还不错 毕竟是拳怕少赚啊 这个看下是九连后 对 二十六 九一年对八二年 他的勾圈继腹 打的全都不适应 嗯 应该说 哎呦 小心 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上一回合可能是看下是埃了重拳 所以他上一回合 对 要不然应该就是这种高压态势 嗯 这才是他本来面目 刚才那个肯定是 对对对对对 那一个左拳的吧 对 是 要不然就是第四回合的时候他在调整 嗯 但是刚才熊炉终被打两次反击了 打了两次赢了 漂亮 小熊这左手现在是越来越吸引了 对手的一个眼眶 我们能看到已经也开始渗血了 是吗 嗯 应该是 刚才中了小熊的应该是左手点的 左手的刺拳点的 完全是被拳套把这个眼部最薄的皮肤撕裂了啊 嗯 撞的话应该不是撞那个位置 嗯 小熊感觉现在没有中对手太重的拳 但是对手绝对中了小熊的两三个中 没有对手的勾拳啊还是很凶的 看他这个小牌已经霸踩了 谭亚的这个右眼角已经出血了 年轻这个饥饿的选手现在又开始突向了这个老猎物 但是小熊并不想轻易脚鞋投降 对 付出血的代价 漂亮 小熊的这个有经验啊 点对方点对方这流血的地方 继续打点对方流血的地方 然后让这个裁判直接TKO是吧 这个也是战术啊 对点对方又一个 漂亮 就不断的点对方这个流血的地方 这比赛真是一拨三折啊 这是双方好像是拉锯战一样太艰苦了 感觉小熊比我想象打得好 比我想象打好 一个叫熊哥了 一个叫熊哥了 现在 这个大拳都弄空了 走连不停地在给他小熊做手势 一动一动进来进来 漂亮 小熊不断不断的流血 对 所以说现在拳击智商啊 小熊回来有拳击智商 比以前强太多了 无论从这个徐散身上还是从熊庄中身上还是从其他中国职业拳手前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职业拳击这种进步 对 前些年十年前我们在搞比赛的时候就中国拳手职业比赛里边基本都是菜 好不容易找一个更菜的对吧打一打啊 已经找不到更菜 但是现在初级打还是菜 小熊加油好不好 新马赛这个 小熊这边鼻子也有点点 看一看啊 竹拳他一看到 松 看小熊躲到这了 互相的一个交换 这是对方的臂打更加优势 看好看啊 优势人最重要是卸了一些力量 大家喊加油加油加油好不好 小熊小熊小熊 小熊小熊小熊 特别棒 哇 前场这个气氛太热烈了真是 小熊小熊小熊 好 我们这个山西大同事大同大学体育馆啊 实际上已经2007年啊 能容纳这个 加上那场差不多有8000个座位可以啊 固定场地座位是6700个啊 加上拳机那场的话 他能举办过这种拼超联赛啊 举办过乒乓球这个比赛啊 拼超的比赛 我们看一看啊 第六回合 第六回合 对手处理了一下面部 双方开始进入第六回合的比赛了 应该说从脸上的你可以看 哦漂亮 可以看看啊 熊超中要脸上要干净的多啊 对手脸上也很明显 漂亮 小熊的现在这个小熊打得太顽强了啊 防守 应该说今天的防守做的还可以 这个是18战全胜十场击倒对手 一个太过年轻新秀 嗯 而且是世界排名 WA世界排名 他是第四 对 你想想这种世界 小熊现在十五 如果是控制世界拳头衔了 都可以争世界拳头衔了 对 所以这样比赛确实是 这种世界 他边这种 凌量级就是顶级的权 拳手的交锋 嗯 很多人说啊这个 迷你曼姆 就这个迷你轻量级 或者草量级 太小了 如何如何 其实世界上很多有名的权益王 最开始都打105 对 对吧 像高山生成啊什么的这些 都打过105 包括景刚一翔 对 最开始都是从105开始打起来的 反正这级别 林卡洛贝斯是不是有这个级别的 我记得 呃 对 是啊 林明是那个 林明是那谁 嗯 林明嘉曾经挑战过嘛 嗯 应该也是这个级别 对 伟大的世界拳王 对 对林明嘉 那是中国 呃 来自中国台湾省的 拳手 啊 中国到目前为止 历史上第一场四星级比赛 就是林明嘉 啊 就是挑战的说这个 呃 嗯 嗯 他的教练来说 股子老啊 这些马头选择 嗯 漂亮 漂亮 小熊 小熊必斩 你这帮少7公分啊 还能顶得住对手 对吧 今天小熊真的是 哎 对不起啊 老说熊 其实就应该叫熊哥了 哈哈 我们说小熊啊 也是种依承和爱承 嗯 他身材小 对 小熊 觉得很亲切 叫他很亲切 我们也习惯了很亲切 汽车人里面也有小个大黄蜂 其实是一个小车 但是 起刀的作用一点也不小 对吧 对 这场比赛打得很艰难 也很坚决 嗯 其实在这个级别啊 中国应该还是说有人啊 对 像吕斌呢 现在也出来打 对 职业拳赛了 吕斌在前不久刚刚在 滴表 啊 对 但是吕斌其实也创造我们国内 这个职业拳手啊 一个记录 对 所以说让比赛直接是 笨石会和打这种 收拾投降 看一看看小熊的啊 这个右手后手 对手稍微让过去了 左手晃一下 又有 然后再顶 所以说中国拳击运动的这个进步啊 绝对不是一个 两个人的这个成功 是整个这个项目的基础啊 不断的进行提升啊 比赛过半现在已经进入到这场 W世界拳王争霸赛啊 这个是赢量级 呃 挑战着排水战的第七个回合啊 对 有中国选手小熊招中 嗯 对阵这个泰国选手潘亚啊 其实刚看完前两回合的时候 我心里有点担心有点凉啊 我确实确实 我觉得现在小熊缓过来了啊 对 第三回说 第三对 确实第三回出现这个逆角 对 应该说还是说前面 他这个太打得太少了 16 16个月没有比赛 慢热情 小熊本来就是慢热情的 对 这个也是 进入状态又慢 嗯 哦 这已经 互相的一个点 对 漂亮 还一下关两下 我觉得小熊现在很聪明 对啊 起码在裁判那块我不会去 哦 漂亮 记忆左手 小熊这左手现在真是打得让我 哎呀 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因为以前他真是不会打 你一直都说他没有没有这个前手 没有左手 只有中拳 就是给我印象还是上次在那个 北京 这次已经打得有点偏了啊 嗯 刚才是一个翻压的一几拳 他打得行动中的后脑 感觉还是在北京钻石的时候 当时跟那个刘易斯的那个教练啊 嗯 奈特 练完了以后 小熊这左手感觉就开窍了 我觉得呀 是所有中拳选手 包括小熊他自己 其实我曾经也质疑过小熊 嗯 就是小熊 他已经功成名就了 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啊 嗯 就是说他巅峰和辉煌的时刻 我觉得他已经没有更多的追求 但是 对 包括徐燦包括小熊 他们都不认可这种 嗯 漂亮 评价 不认可评价 对 不认可我 我说的是 我说小熊是不是已经都可以了 嗯 但是从目前这场 今天比赛来看 我觉得小熊和徐燦都憋着一个劲儿 嗯 就是要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最好的状态 对 他真是练得非常苦 这四十天啊 回来的时候这四十天 真练得非常苦 咱们再想想 如果这场比赛啊 我们重敬一下 哈哈 如果能赢了的话啊 下一次就是实践战 哎呦小熊 刚才小熊挨了一击重击 但是对手好像是 走吧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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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击迎击的一个面门的重击 哇小熊刚才挨了一个重击 第一一下 有点迟缓 我觉得现在潘亚 他在等待持续打准 嗯 尼勇德融的那个经纪人的另外一个也叫潘亚 对 就是泰国人 很著名的泰国的那个 这个地亚梦多的这个呃 对 但因为他的那个 卫冕者 他去当兵服军医 没有办法协调这个时间 对 但是比赛要定起来没办法 嗯 只能只能进行更换对手 对 那我现在实际在想 如果说小熊实际备战好 直接打的话 这个场面跟现在也差不了多少 嗯 因为那个现役世界拳王和 我们现在跟熊生交手的潘亚 他们实际 他们俩这个难度系数差距并不大 对 一个那个是16战全胜 对18战全胜 对小熊这种老将的讨厌而言 它是一样的 对对 我看一个啊 刚才这回合 对手的这个移动机 非常重 应该是两下 啊 这是今天熊长中 中的最重的 最重的一个清晰的重拳 但是马上还了一个 两侧直拳 啊 非常漂亮 小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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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 谢谢 比赛马上来入第八回合 看到这个泰国选手 还是很急 每当比赛 这个裁判宣布 他就来到拳台中间 散了示意他 你再退队 因为从目前来说 我觉得 七个回合结束以后 这次 这是半倒 半了一下 半了一下 因为我觉得小熊 还是占优势 七个回合 对对 小熊大概是 4比3或者5比2 小熊挨的拳很清晰 对手挨的拳也很清晰 而小挨的更多 对 更重而且 挨的更重 职业拳机还是看压制 看这个达米基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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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很好 看呀 有一击紧闭的一个上钩 担心的是 还是地霸会是往上提的 对 小熊还行 还没有土牙拖 刚才这个回合间隙的时候 裁判 那个教练询问他 是他晃了晃头 没问题 一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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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行 从呼吸感觉来说 这个体能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就说小熊可惜了 他只背战不到一个月 是20天时期 刚才有前手点 如果小熊能 60天 对 60天 另外一个就是 不要空到16个月 没有登台比赛 仍然保持这种 比赛间隔 出场的一个状态 肯定会比现在还好 小熊今天这个左手打得真是好 要是眼前一亮 也许对手就防着他右手 知道他右手中 防他右手中 所以他今天左手才能够出现这么多好拳 可能小熊就专门练了这个 对手现在拳头我觉得有点散了 就开始左右勾拳 左右摆拳 直的太少了 对直的就少了 按理说 应该他臂长这么长 应该多打直的 你看 小熊 联系 小熊用自己的头去试探对方 打两下然后来一个重拳 夺夺夺 逗对手 逗对手把这个拳先出来 这个不像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 没有展现出我们徐散那种风貌 对 打击频率 徐散刚才那个打击频率 有多在那个心气太可怕了 小熊刚才有点猎牵 不过应该不是重拳的猎牵 对 每次当对手扑上来的时候 小熊就重拳团颜色 马上对手就退却了 觉得他没有丧失这种杀伤力 对 他也比较紧张 也比较担忧 万一被群招中重拳打中了的话 那就交代了 小熊 多小熊 这后手弹还是有误了一点 从这种体能来看 我觉小熊体能没有问题 目前来说 没问题 至少这血又流了 又开始流血了 小熊太棒了 今天表现 完全超出我的预料 但是这场比赛的话 我实际上是看好小熊的 刚开始就是相对于徐燦来讲 我都更看好小熊 所以可想而知就这一下 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后移的一个色闪 不然的话可能会挨得更正确 这是对手刚才连续的右手点了两次小熊 看看双方的一个交换 不过这个也不是很重 因为这场比赛前 其实我跟贾老师完全不一样 我是有点担心不太看好小熊 我主要是因为担心他的训练和他的体能 徐燦的比赛我反而跟你不一样 我觉得徐燦获胜的话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惊喜 不过小熊他目前一直打出来的应该已经是超过我的想象了 其实他自己回来的时候他自己也很忐忑 不知道自己能打成什么样的 在北京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也很担心自己的体能问题 他跟我们说 因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泪 但是说他打靶也不累 训练也不累 跑步也不累 但是他跟打队练的时候 他说还感到累了 小熊毕竟是这个35岁 今天的生日之战 小熊也是拼尽全身的力气 太努力了 其实你可以看看对方加速了 对方可能知道自己输了 对 但是他主动进攻的时候实际上是给小熊机会了 对 因为他必须要拉近距离去打 对 漂亮 漂亮 跟上这是配合不凡的一个左手摆 对方的攻击 对 是 裁判 他的伤 可能让他 处理 对 看受眼角 处理他脸上的伤 来看看他的眼角 刘雪还是比较厉害的 裁判第一次 戴古尼前景了 ok 第一次 医生 比赛出新开始 小熊越打这个心气越旺 对手已经见血了 小熊就是像闻到了这种血清味的一个老猎 这个鲨鱼啊 这种在拳击丛林里面不肯放弃 其实你看看两个选手 这个可惜 选手两个人打完比赛以后是脸下来以后 谁干净啊 大家也就基本上明白 这是职业拳击的一个魅力 最简单明了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评判 对 看脸 当然有的是头撞的 但是这可能是拳头对吧 比赛 重速 重速 逼赛 现场拳迷啊 这熊超中高喊 必胜 熊哥 必胜 漂亮 感觉小熊现在这个诱拳成了一个诱试,就是诱惑对手出拳的一个,他锁拳打的,可是今天战斗了。 小熊要让所有人知道我还有世界拳王的这个能力和风采。 对。 WBC的拳王挑战过WBA的世界巴特勒。 这场比赛完了以后就可以进入交涉了。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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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 小熊啊,这种拳要小心啊,这种。 容易被对手抓反击。 没有距离的空白。 拳手真的太不容易了,小熊,35岁生日这一天。 第一,我不希望他受伤,哪怕他不获得胜利,我不希望他受伤。 小熊啊,被点了好几下。 但是小熊今天到目前为止的这种表现,真的令我特别的钦佩。 这个有点忙乱。 刚才这一下,虽然没有中拳,但是这时候点了好几过。 放弃了。 哦,漂亮。 鸭绍这个,敲凌位一下。 就这一拳可能就把这一局翻回来了。 对,对,给裁判很好的印象。 就是因为他这拳比较重,对上这几个拳都是点,点,点。 我们看一看刚才这慢动作啊,这几个都躲过去了。 双方。 这个拳小熊也不带着,看看这个慢动作。 小熊非常漂亮的。 左板。 这时候也还了一个,这是一个互相的交叉。 哦,这应该是上一回合的,慢动作。 最后一段时间,就是把架子关掉。 这时候转称箱了。 这时候转称箱了。 这时候,转称箱了。 这时候,转称箱了。 第十回合比赛开始 这个泰国选手看来真是什么招都用了 你看这个脸上抹了太多这个凡士林 看你说裁判应该 对 让他擦掉他这个 因为拳头这种摩擦力是不一样的 对啊 凡士林太多了以后 小军那拳中拳就打得上了 你在副组上的话 对对对他会很快划开 我估计这个小子以前可能从来没有这个 潘亚没有挨过这么重的拳啊 对 连被打成这样 我估计他也是第一次 估计现在心里面也是很心惊的 对 好 裁判 裁判再一次寻面这个义务监督 是 觉得他这个凡士林太多了 对 裁判要给他擦了 对 而且你擦的这个耳朵脑后干嘛 可以看到他这个湄弓里面的这个伤口还是很大的 像一个张开的小嘴 对对对对 实际上他那个凡胜里里面经常会混合的一些肾上健素 然后迅速止血 不然的话他那个血可能很快就会流出来 好 没有 这段反击打得不错 对 对 这段反击打得不错 对 35岁也不老吗 这么小的级别 看他的左手 看他的左手 所以小熊这次财判警告他很大低了 小熊这次的备战是他对奎罗之前 那个菲律宾的裁判妮诺 原来曾经带过小熊三个月的 菲律宾国家队的前教练 这次来帮小熊进行备战 所以说小熊 包括许散 目前很多国内的前一四海军的选手 都是说有非常多这几种额外的高水平的教练 在进行的辅导和提高 你并不造作一段时间 包括他们这次的备战 前期是两个菲律宾教练 一个菲律宾陪练 后期又来了一个三个菲律宾教练 一个陪练 带六名的选手 所以说我们也询用过这个选手 不同外教来带 对他们那种兴奋度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各种方法 或是各种以前没见过的那种训练拳的技巧 觉得很新鲜 对手这个手术有点多 这一回合 这回合他的拳练多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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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两次小熊越来越有经验了 最后这几次 因为裁判在整场比赛衡量的时候 他可能会忘 对 尤其是有些裁判的年纪大 他有时候会忘了这个之前 由于尽量很激烈紧张 最后这几下 打上的时候他可能会印象很深刻 对 看看这一回合对手的一个右手 小熊交换 对手可能稍微重一些 其实我看那个 我参加过他们的那个裁判会议 看小熊这一个右手 互相的一个打 看过他们的裁判会议 他们的裁判会议 其实就是这样数 裁判心里面数 10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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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中了一拳 10比10了 然后这边又中了一拳 9比10了 就这样的不断的心里面数 反正每个裁判有每个裁判自己的方法 有些老裁判他会总结一些经验 然后传递给年轻的裁判 就是以后咱们大家看这个中国的观众 看职业全球看多了 你心里面也可以对这一回合进行一次打分 对对对对 其实很简单 10比9嘛 对 你心目中谁打的更好 对 谁对谁另一个人的那种杀伤更强大 对 我觉得这个Pay在最后两回合他该加速了 对 不如一致 因为他心里没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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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没有皮态 对啊对 他今天其实因为臂展短的话 他今天透彻步躲的还是比较多的 以往他都是压迫式的打法 哎 小熊这一下躲得漂亮啊 他都是摇臂 摇手 摇闪 有点钱 现在配合步伐的很多拳 做的还是比较多的 像刚才这一回合开始 对手可能有三次进攻 有两次打得比较准 小熊输了回去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 这一下打中了 刚才没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拳 但刚才在边角有一个右手打中了 这一会儿又回来了 对 又搬回来了 给大家可以看到自己数一数啊 双方的命中的情况 一动一动一动 好漂亮 小熊跟二次迎击 啊 二次迎击 其实以前他哪有这样的连续的呀 现在就是真是技术进步 两次都是打实 对 以前小熊的真是很快的一个 动作改变 对 哦 又是 左手点中了 对手的拳啊 更多好像都是一种干扰啊 对 造成实际性的一个伤害 对手的重拳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重 对不是重拳 对小熊的这个压力不是很大 小熊啊 小熊毕竟是前世界拳王对见过谁的 小熊对于对手来说是非常难啃的一个硬骨头 是 是 是 而小熊打他之所以难打就是因为对方年轻 对 正处于上升期 速度快速 否则的话小熊是前世界拳 而且小熊大哥的对手 无论是那种大熊毁落啊包括这个这个巴特勒 甚至粉川特宇 粉川特宇 对 到115磅去打粉川特宇 对 约了四个级去打的 嗯 都是很不容易的打这些都是世界顶级的 小熊是十大十的汉将 对 在本级别都是非常强的选手 看看啊 右手的追击 这种拳小熊这种短臂战斗能打得到 对啊 对啊 两拳的 五拳的一个交换 最后一回合 看看 看一看 能坚持下来了 小熊今天没有吐唇套 没有吐牙套 哎呀 所以说这个体能应该是他现在心里面有底了 小熊小熊 谢谢谢谢 不过比赛应该当天的时候还是比较接近 这种比赛上的务力还是很高的 对 来看看 最一合合最后一合合的比赛 双方束缚一下 最后一战 最后 这个泰国选手太夸张了 在这个湄公上抹了那么多的一个翻试 哈哈哈哈 怕小熊给他把他再打开了 对 小熊真是 35岁的年龄啊 在自己生日这一天 对手 对攻到最后啊 无论最终这个结结果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觉得小熊今天 赢得了这所有人的尊重 对 包括他的对手 是 打开了 小熊 比赛 好 好 防好 感觉上应该现在好漂亮 感觉现在小虫是这样 先开始我这一分钟我先防着 我先步伐防着你打 然后他要后这个 后发制人 对对 回合后半头 你看你看 这个也是战术啊 对对 印象很深啊 有很多是都是说 回合休息完之后 头三 头三十分钟 头三十秒 头三十秒 或者头一分钟三百分钟 然后接下来的体能下滑的不行不行 哦漂亮 右手非常好 小虫 今天真是太让我感到惊喜了 双方交换 没有问题 哎呀小心啊 这个一二啊 这个一二刚才 对小虫的面部 看下本中拳了 就是这场比赛 啊小虫本来又回了一下 很好看的 就半回了 刚才才看可能是说 9B10小虫 对 10B10了 现在又10B10了 看一看 哎这个顶啊 小虫刚才有一个左手的 上钩 哎三拳 左手的三拳 以前哪有这样的技术 小虫还开始灵活的在跳步 哈哈哈 就顺便他体能完全没问题 对 体能完全没问题 哦 这个看下有点懵了啊 对 没遇到这么难可能的这个老匠的老鼓汤啊 想想想徐灿刚才是什么样子 对吧 怎么攻略四五末呢 对吧 这确实就是 从规定上来讲 这样总有一天 早晚晚是成为年轻选手的第九十 对 徐灿踩上 正过上去的 但有些选手可能会踩翻了 对 没踩住踩翻了 哈哈哈 看看 最后十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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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 快速响了 熊超中 再来一组进攻 小熊不想打了 够用了 够用了 好 再结束 熊超中生日快乐 熊超中 这场比赛真的太精彩了 对 我没想到小熊 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是最好的状态 确实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在结果产生之前 两位拳手都值得我们 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他们 来 感谢二位精彩的表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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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看啊 好 现在裁判正在紧张的对十二回合的比分进行计算 那么从比赛来说双方应该是差不多 我们的感觉是可能小熊稍微好一些 但是最后还是要看三名裁判的打分 这次来自大营州的裁判 来自日本的裁判 他们最后怎么对这个两名日本裁判 来 请双方选手来到全台的中央 来 马上就要公布比赛的比分的结果了 请双方选手来到全台的中央 212 2号裁判 116 对 112 114 3号裁判 114平 根据三位裁判的祭典结果 这场比赛的胜者是 the winner of this event is 熊超重 祝贺小熊 2比0 2比0 2比0赢得了比赛 来 我们请WBA的官员先给小熊 拜上获奖的拳王金腰带 我们马上请上颁奖嘉宾 大同市委常委 城区区委书记张涛 WBA世界拳击协会 中国机构主席李一东 以及中国著名导演陆川先生 来 有请嘉宾 为熊超重颁奖 嘉宾将会为我们的拳手 翻上古城大师 想每天都看最新火爆格斗视频吗 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 点击公众号 输入格斗地界 每天中午12点 准时为您呈现最新火爆格斗视频 官方赛事安排 比赛直播 全场回报 对